跟琪衛這一家 我們有個秘密武器 就是前面的那個冰淇淋 就是知名品牌的冰淇淋 或是一杯香檳吧 對 或者是紅白酒 是前面比較好的家中紅酒 然後有一次 反正就是我們都用這一招 尤其是看到那種 比較好有禮貌的客人 或者是有帶小朋友的 然後就是那種 乖的或是帥的 我們就會 好了 妳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就會從前面 對不對 然後呢 一直給妳吃 然後就低調這樣子 就塞在他那個椅子旁邊 然後有一次我老公自己 就是從外面回來的時候 他就說 欸 今天有一個空姐 你們家的 然後塞了一個Hagen Dazs給我 我就說 誰 然後因為我知道 那個就代表說 欸 她覺得妳是個好客戶 很帥 她才會妳知道偷偷塞 然後我就立刻把那個航班的那個 主人掉出來看 妳好恐怖耶 妳好可怕喔妳 好恐怖耶 想幹什麼東西 其實妳不是說是因為知道說 是妳先生 所以就是問妳是 不是 我不認識她 對 然後老公還很得意說 她被搭訕 可是你們空姐的自己真的 像我一個朋友 她以前是空姐 後來然後她的老公是因為很常飛 所以在飛機上兩個相遇 然後就結婚這樣 然後因為 她的這個老公也是長期 就是一個禮拜 可能要飛兩三艘 三四艘美國這樣子 然後我發現有一次真的從美國 我跟她一起飛回來 因為她一上去 她就會帶她打招呼啊 然後就會把她 跟空姐們打招呼 對 就說誰又飛啦 然後就會一上車 一上飛機她可能就會像妳那樣 拿著冰淇淋啊 一堆東西 就是香檳啊 因為認識的 就會差滿多的 還有 會 譬如說看那個商務艙或頭等艙 有空位的話 是 就會 偷偷把妳挪過去 空姐有這個權力嗎 有這麼大的權力 沒有 這是偷偷的 偷偷的 遇到像這樣的乘客要搭訕妳們 因為我其實以前在不是 就是台灣的航空公司 所以我們就屬於外籍嘛 我跟瑞秋姐就比較屬於外籍一點 所以只要客人發現我們是外籍 就會知道 我們可能比較寂寞 她就會認定我們是比較寂寞的 講什麼妳 講出來 是妳們在送餐的時候就說 牛排餐 怎麼會這樣 豬肉餐 所以我們就會散發出一種 因為在異地 然後就是在異鄉的人 所以她會覺得我們應該 比較沒有朋友 沒有家人 所以她會覺得我們比較閒 所以就會說 比較好綁 那落地之後妳有沒有空啊 然後如果我們說 我們就會少很多藉口啊 因為在台灣的話就會說 我跟朋友要吃飯 我媽叫我回家 但如果我說在外地的話就 對 我等一下要回家 就講不出有什麼理由 就會容易地被打散這樣 但妳們會不會也想說 反正到異地 我下次再掉下去 有一些人會 然後他們會給名片 不過會有一個糾紛 就是 有一些人或許 比如說夢多不是妳的菜 那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有我的名字 奇怪 比如說 好啦 借我用一下 比如說他可能就搜了他的名片 那可能他就丟掉了 結果後來就出了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商人先生 他給了空姐名片之後 他發現他就是在隔壁啊 附近在商務場 然後有其他的 也是同樣是商人的人 結果他想要交換名片 是真的在談生意了 他發現啊 剛剛那張最後一張 結果他就回去找那空姐說 你那張名片還我好不好 不好意思 結果後來發現 空姐把名片丟掉 他就很生氣 然後就客訴了 結果就演變成一個 這客訴內容怎麼寫 好丟臉 就說 他不跟我做朋友 對 而且標題叫 最後一張名片 這個還滿嚴重 然後後來公司就告誡我們說 收東西的話 也先不要丟 太急了吧 先不要丟 至少下飛機 那個已經消失在你眼界 再丟 再拿去睡紙巾 其實要追空姐 我覺得 除非你是兩方面都一見鍾情 所以當下就留了聯絡的方式 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他看到這個空姐 他很喜歡 他怎麼做呢 他記住 因為我們以前有那個什麼 學號啊 名牌 有 上面有名字 有編號 然後他怎麼做呢 因為他想要再次遇到這個空姐 他寄了那個編號 就 因為他跟那個航空公司 熟的呢 打電話問說 欸 調一下那個 八月份的那個整個航班給我 可以嗎 然後呢 這個空姐 飛到哪裡 他就到哪裡 喔 好有錢喔 他就坐那個航班 為了去追他 還跟他住同樣下榻的飯店 好噁心喔 哇 很浪漫耶 哪有啊 你也看只是看好這個男的 帥就說就算了 你跟他像我這種男的 就 對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那個空姐真的條件要很好 對不對 人家才花這種大錢 對 玉帆沒有遇過嘛 玉帆真的沒故事 因為他麥克風從頭到尾沒拿起來過 沒有我們有一個姐姐 超威的 而且是印尼我們飛巴伊島的一個皇室 然後我們還覺得 因為他個子小小瘦瘦的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說 等一下你們下飛機 所有的空姐我招待 你們去玩 然後他是 他是開那種 家常理車 真的不誇張 家常理車 然後我們就傻樣說是真的來真的 然後真的進去他們家 就真的是非常的豪華 然後吃那種海鮮大餐 然後他還帶我們去坐直升機 就是整個就是超夢幻的 就托姐姐的服 我們全機都這樣玩 那如果像空姐這樣 他會有什麼跟你流LINE嗎 還是說他會友善的唯一 可是公司規定都不行耶 不行 我之前有遇過 是不是很氣這個規定 因為他剛剛說 公司規定都不行耶 而且很明顯的就是說 其實姐姐們會頂 現在我們那時候 剛進去的時候 因為 姐姐們就拔壞掉 對 因為我不行 你也不行 他們就會看說 那你剛剛那個 比如說你剛剛要遞什麼紙條 什麼這一類的 這就是很隱晦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說 公司有規定喔 就是說我們不可以跟人家 怎樣怎麼樣 那如果他真的很帥很帥 又很堪用呢 所以就 我們怎麼會知道他堪用呢 就看起來 就是怪病 然後他就是拿了名片 通常都會留了名片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人 他是在我的網站上面 因為我以前他就是小小的部落客 然後他就是在我的網站上面 留言跟我說 他想要認識一個空姐 然後呢我就說是誰 然後他居然放了一個Video給我 就是他錄了一小段Video 就是我們那個服務時候的那個空姐 然後可是問題是 那其實是一個空媽了 那空媽我就說 欸 姐姐 可是因為基於妹妹的道義上面 還是要讓姐姐覺得開心 對不對 所以的話我就還是跟姐姐說 姐姐有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他說他想要認識你 他覺得你又年輕又漂亮 然後他就回了那個信給我 因為我們都會把這個信件 然後Message放在Mailbox 公司的Mailbox裡面 他就回來以後跟我說 哈哈哈哈 你跟他講我是三個孩子的媽 哦 你知道這種 可能是紅眼航班 你知道這種荒 你知道嗎 你明明看到一個天菜坐在那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空姐 我不是說我是天菜 沒有這個意思 可是就是有一個空姐她很聰明 那時候因為我有要去試鏡 然後那個試鏡就是要一個放電的延伸 最後我試鏡失敗 所以我就一直在練習這個放電的延伸 然後我就在那個飛機上 就有一個空姐很不錯嘛 穿著制服的女人特別性感 然後我就一直練習這個放電的眼神 然後最後我們快要到香港 他就拿一個調查卷來問那個服務 滿不滿意那一個 然後上面要留名字啊 E-mail啊什麼的 高招 是不是就可以 這個他真的 然後因為我們要降落 他叫我們坐下幹嘛的 然後我沒有時間 我也覺得很可惜 我就說我直接把我E-mail寫上去好不好 他說好 然後就搞定 那後來他有跟你聯絡嗎 有他做了我女朋友三個月 哇 高招 這也虛招 這也虛招 這招不錯 上次打飛機的時候 不是每個位置都有可以看那個電影 或者之類的嘛 然後我那時候才知道他們可以傳訊息 因為我就 對 最近都可以傳訊息 什麼意思 從哪裡傳訊息 現在的飛機350的話 它是可以從座位 然後打就是你要跟誰 訊息 可是要怎麼傳給空服員 就有點像WhatsApp 對 有點像WhatsApp或Line 就是指定號 那你沒在哪裡偷偷的打 他可以傳給空服員嗎 他沒有 他就是可以傳給座位號碼的 另外一個座位號碼的人 所以那時候的話 我們就想說 這個很有趣耶 然後我就點誰點誰 你就可以跟誰搭訕 然後這是真的 我就真的覺得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發明 就可以馬上跟人家 因為我上次打飛機 就是收到那個訊息 然後就空姐說 想要認識我這樣子 然後就我很開心 我很開心馬上過去找他 然後就 但是他們好像不能隨便這樣做吧 你們的規定 我們本來就不能這樣子做啊 對 你千萬不要隨便 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我們有這樣子做好不好 對 但是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嘛 然後我進去裡面 然後就我剛剛 誰想要認識我呢 我也想要認識你這樣子 嗨 空姐們 剛剛誰想跟我這朋友 然後裡面的那個 裡面好像是那個床 那個人也很想把餅就 然後 然後裡面那個傳給我訊息的人 有一點嚇到驚訝 然後就是因為旁邊的那個學姐 都聽到 他們的表情有一點乖乖 然後這樣有點 肯定呢 害死他們了 對 很生氣 然後我看到那個 那邊裡面的氣氛就 就回去我的位置 然後有一點 話說我們的型男這麼多 是 被空姐追得怎麼只有兩個人在聊呢 其他的怎麼都沒 還有一個在生懶腰 好痛喔 等一下 到底有什麼問題 好痛 等一下 好痛喔 等一下 你真的 摔兩次了 你到底有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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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飛機上一定都會有 這個難搞的奧客啦 我是一個很客氣的客人 聽你講我很客氣 可是聽完這一集 我不這麼覺得 我也是 沒有 我是一個真的很客氣的客人 然後不是奧客的客人 但是有一次 我就從台灣要飛到歐洲 我去那邊出差 然後就坐在最後面 他們開始送了食物 到我的時候他們就問我 Would you like chicken or fish? 我說我想吃魚 我說不好意思 我們只有雞肉 好吧 因為我就坐在最後面 然後我就拿到吃了雞肉 然後呢 我要回來台灣的時候 一樣 可是這次我坐在最前面 所以他們就從我開始送了食物 然後也是一樣 他們問我 Chicken or fish? 我就說了 我要吃魚 他們說不好意思 我們只有雞肉 那問屁啊 對啊 我就 吃雞肉 OK 吃雞肉 好 算了 我就吃了 看電視 休息了 睡著了 然後要吃第二次 一次也從我開始 他們就說要吃早餐 他們就問我了 請問你要吃蛋捲或是麵 我說我要吃蛋捲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只有麵 但我自己受不了 你問什麼呢 你問我幹嘛 而且他說他坐很前面 第二排是不是 然後他就跟我說 啊 我就給你自己的食物 因為我有自己的好不好 你不要生氣 我說好啊 然後他說 他跟我說 那如果我給你自己的 我就沒有吃東西 我說我還要吃蛋捲 好 所以他就給我 好無聊 OK 博文你沒有感受到 那空姐其實是喜歡你 在跟你調情 因為第二排 誰會用這種調情 誰會用這種調情 第二排太倒楣了 不可能 但我也我說 請問你是不是那個 二分之一槍的人 就是那個 對國人 他就是要調情 是的 我跟你講他是被激到 對 因為剛剛前面只有 肯娜跟炳秀在講 他現在硬掰了這個 硬 尬療 對 尬療 所以我就跟他說 他說難怪 他說 他說 對 我們德國人就這樣 對啦 真的大飛之拉 將心比心 對 己所不欲勿施於憂 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分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